新冠肺炎防疫期间 新北市长侯友宜再度来到校园 视察的不是辖区管辖的各级学校 而是位于板桥的治理科技大学 谨慎面对位于新北市内 各个大专院校的防疫整备情况 侯友宜在校长陈朱龙的带领下 从校门口红外线测量体温 再一路走到图书馆 校方把防疫视同作战 每个公共空间入口设置消毒洗手 到发烧检验站拉出动线规划 以及学生用餐可电子化订餐 避免挤在同一空间内降低传染风险 来跟他们了解 需不需要我们新北市政府 再提供更多的资源 提供更多的卫教 我看了我非常满意 他们全力的都被占 他们非常担心学生发烧以后 或是有两个确诊 造成学校停班停课 所以他们全力的在座备战 所以我觉得用这样一个心态 来面对我们疫情的防疫 这是值得可以肯定的 我们希望新北市所有的大学 都能用这样一个态度来面对 位于板桥新浦捷运站附近的治理科技大学 超过一万多名的师生衍生出来的治理商圈和社区互动相当频繁 校方不能大意强调防疫不是作秀 实实在在照顾好师生的健康 并且能降低对邻居社区的影响 我们学校在都会区我们有一万多个学生 所以说我们的防疫工作是从自己的发自内心去做 而不是谁要求我们做 所以说我们防疫的工作 从门禁的管制到各种的教室的清洁 到消毒到洗水槽 我们通通都有把宿舍的管理 我们都有一整套的 因为我们董事会对这件事情非常非常的重视 不但我要向董事会做定期的报告之外 我们还不习成本的 看我们这一位红外线的测局 我们就花了三四十万来做一个建制 校方强调完整的防疫准备措施 一来让学生到校安心学习 二来家长可放心 在防疫时期落实学校的半学中置 苏维天空新闻新北市板桥采访报道